戴起口罩帽子略显皮态 演员吴康仁被民众捕捉到一个人 出现在机场贵宾室 从凶山搭飞机到上海 引发网友讨论 因为传出他将签约中国的经纪公司 不过吴康仁两天前视讯中国粉丝互动时 就曾被问到这题 就说康仁哥现在是有签 一心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 我在50几年来 其实都没有特别有经纪人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做一点 只见吴康仁听到问题先是尴尬笑了下 透露自己过去不曾有经纪人 但确实有在跟中国的经纪公司接触 也跟很多很多大陆啊 内地的经纪公司 或是很多团队有接触 一直都有 其实很多人会进去门给我看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顺其自然 可以的话 对啊如果就是顺着一个感觉走 对 就希望我们只是继续演戏 然后可以 吴康仁没把话说死 仅称跟着感觉走 而外传和他签约的是中国的一心娱乐 旗下艺人有赵又廷 陈浩森 就连欧阳娜娜都曾经待过 而创办人杨天真 还曾担任过范彬彬的宣传总监 来头不小 不过消息一出也引发台湾部分网友不满 认为连吴康仁都折服于人民币 不能接受 但作家苦林则发文反问批评民众 如果吴康仁是想去美国 日本甚至是韩国发展 你会反对吗 不过吴康仁也被中国网友 起底曾经参加 2014反服貌抗议的历史 当时他称不是反服貌 而是反黑箱 而这说法 中国网友也不买单 执疑有立场问题 吴康仁还未到中国发展 先掀起两派舆论 三群的黄建杰 张士涵特报道